大家好,9月14号11点42分啊 给大家看看有一个视频挺逗的啊 我去很多地方发现他们一般老百姓那种国家向心力 很认同自己的国家,那种民族向心力非常强 和台湾那里不能比 我叫林工范,我是去年才过来内地这里上学 然后我目前就读于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二年纸 我2016年的时候来过浙江还有安徽旅游 然后我觉得这边发展的比台湾快很多 然后我就对这里的制度还有那种政策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选择转捩 美来大陆之前我觉得农村就是厕所那些都是茅房之类的 就是连那种自动冲水的都没有 现在就完全改观不一样 挺富足的就是我去很多地方发现他们一般老百姓那种国家向心力 很认同自己的国家那种民族向心力非常强 和台湾那里不能比 所以这是你最大的感受 对,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一个国家强大 它那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会非常强 现在提到那里都非常骄傲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类的 所以我会留在这边实现我的梦想 是吧 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啊 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了 当然这些年从台湾跑回大陆的也不少吧 或者叫跑到大陆的啊 最早有个民航的飞行员叫王熙爵 后来有战斗机的飞行员李大为啊 林贤顺啊 黄之城啊 还有那个金门马山守备联的联长林义夫 是吧 抱着一个篮球 然后游泳游到厦门这边 后来还是北京大学什么中国国情 好像类似啊 这种名的什么研究中心的主任 还是什么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啊 但是好像林义夫想回台湾给父亲吧 还是母亲啊 奔丧上坟不行 因为台湾对他的通缉通气没有解决 他当年是叛徒啊 这个这个军人的身份叛逃到大陆来的啊 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啊 叫林关正叫林什么啊 这个台湾呢 也就十八九岁吧 非常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啊 然后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说中国啊 这个大陆很有凝聚力 民族凝聚力啊 发展的比台湾强太多了 哎呀这孩子 台湾类似的人还不少吧 前一段我看有视频 有一个小女孩啊 还是说大陆的疫情控制的好 比台湾强多了 哎呀妈 是吧 不知道这些人咋想的啊 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控制疫情用的是什么手段 是吧 他可能就没有考虑 哎呀这些孩子 哎呀呀呀呀呀呀 大家说说是吧 各位怎么看这些问题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